新婚之夜 纹裤夫君一箭刺进我心口 露出我胸前的电线 他傻了 我皱眉 不得不手动接好线路 顺便警告他 再有威胁核心安全的行为 我会对你进行人道毁灭 陆怀安傻站在那里 好半场 忽然转身拂袖而去 过了许久 我听到府中最东边的书房里 传来他的咆哮声 你不是说他嫁过来 是为了杀我吗 现在小爷先下手为强 结果呢 你告诉我 他心口那是什么玩意儿 他的暗位颤颤微微跪下 伸埋着头 柿子飞心口有什么 属下 属下实在无法知晓 我在院里晒月亮 晒到深夜 陆怀安终于回来了 进来前 他先在门口停顿了片刻 大约是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然而等他推开门 看到我就这么盘腿 坐在院中地面上时 还是惊了一下 你 你这是在做什么 我仰头看着他 充能 你破坏了核心的外层线路 我至少需要充能一天 才能彻底修复 显然 陆怀安没听懂 他只是冷哼一声 走过来把我从地面上拎起来 少在这装神弄鬼的 你是小爷花五千金票 从秦征那买回来的世子妃 今夜何该与我洞房 不得反抗 我没打算反抗 嫁过来之前 秦征已经告诉过我 所谓洞房 就是他和他那些朋友 日日对我所做的事 当时我站在他面前 问他 也会像那么疼吗 秦征一脸惊奇的 用折扇敲敲手心 你断臂亦能再生 竟也会觉得疼痛吗 早知如此 何该让你更疼些 疼得掉下几滴眼泪 岂不和他更像 秦征口中的这个他 是京中所有 十家公子们心中的白月光 举世无双的才女玉树怀 很不幸 我与他长得有几分相似 我的夫君 南远王世子陆怀安 是京中赫赫有名的顽固 虽没到杀人放火的地步 却也吃喝嫖赌 不学无术 他也是玉树怀的爱慕者 所以通过一个赌约 用五千金票 从秦征那里买到了我 陆怀安把我从地上抱起来 一路走进内间 桌上的龙凤喜烛 已经燃了大半 喝尽酒也没喝 他并不在意 把我扔在榻上 放下床慢 三两下挤了外山 就附了上来 我垂下眼 欲被迎接从前 重复了无数次的疼痛 却半晌没见他再有动静 陆怀安 我试探地问 你不会吗 闭嘴 你该叫我夫君 他低头 呃狠狠地咬住我嘴唇 小爷神经百战 谁跟你说我不会 只不过许久未碰 有些手声罢了 我呕了一声 那你的确不会 这不是用手能解决的事 没关系 我会 待到一切平息 天色已然大亮 陆怀安在我身盼躺着 喘了两口气 忽然又翻身坐起来 赵青罗 你一介规格女子 为何与此道如此熟练 秦正亲自教过我 他猛地转头看着我 见我一脸坦然 又顿了顿 那你是否觉得比起他 我很没用 那倒不至于 我说你比他好多了 既不会打我 也不会折断我的胳膊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陆怀安好像整个人凝固在那里 许久 他才开口 嗓音微微音哑 眼中还带着几分懊悔和冷意 他会折断你的胳膊 程序检测到 他的情绪忽然异常低落 我不得不开口安慰两句 没事 每次接回去都能长好的 只要没伤到核心 几乎一盏茶的功夫 就能修复好 也只是当时觉得很疼罢了 但比起我身上带着的任务 一点疼痛 算不得什么大事 明面上看 我嫁过来 是因为和陆怀安的心上人长得像 但秦征在第二层 他安排我嫁给陆怀安 是为了寻找南远王府的一样东西 而我在第三层 我来到这里 是为了观察和记录这个失落的末代皇朝 以及找到那位 只在石碑上有寥寥记载的传奇将军 京城的世家公子被排除过一圈之后 我把目标锁定在陆怀安身上 虽然从目前旁人对他的评价中 着实看不出这一点 但也许需要更深入的观察呢 总之第二天起床后 我开始一去一步的跟在陆怀安身后 他用膳 我跟着 他进书房 我跟着 他去花街柳巷 我还跟着 陆怀安忍无可忍 转头冲我咆哮 赵青罗 你一个女子究竟知不知羞 我镇定自若地看着他 成亲第二日来逛青楼的人都不觉得羞 我为何要觉得傍晚时分 花楼里点起灯笼 正是最热闹的时候 三三两两的人围过来看洗 陆怀安一扯我的袖子 忽然杨梅笑起来 既然夫人管得这般严 小爷总不好服了你的意 走了 回府陪你便是 他的手一路 沿着我小臂下滑 最后食指向扣 触感温热 陆怀安就这么牵着我 一路行至花街外 湖水旁 岸边点着灯火 我看着面前的陆怀安 其实这人生的一副非常优越的皮囊 那张脸轮廓分明 鼻梁高挺 眉眼更撑得上艳丽 若飞在京东的名声实在太难听 也不至于年满十八还未成亲 最后不得不娶了我这个机器人 见我正在打量他 陆怀安唇边的笑意越发加深 怎么 赵青罗 你是不是觉得小爷长得 话音未落 空中舒然传来一声长笑 几个黑衣刺客 从树梢墙头落下 提剑辫刺 动作很辣不留情 陆怀安脸色一变 将我护在身后 拔出腰间配剑 十分艰难的迎战 一个不慎 眼看剑剑就要刺入他心口 我立刻反手一扯 挡在他身上 任凭那剑刺穿了我的肩胛骨 一击并未得手 眼看暗卫已经赶到 几个刺客不得不飞身离开 陆怀安慌乱 又小心地俯过我肩头 赵青罗 你为什么替我挡剑 你不能死 我还没查清 你和那位传奇将军 到底有没有关系 他紧盯着我 眼中似有水光闪动 疼吗 我想了想 还行 我并非血肉之躯 哪怕被刺穿肩膀 实打实的剧痛 也没有一滴血流出 这本该是妖艺之相 当初秦征也是用这个胁迫 逼着我留在他身边 做欲舒怀的替代品 但陆怀安似乎完全不在意 他拖了外衫 小心翼翼地裹住我肩膀的伤口 然后将我打横抱了起来 忍着点 回府后 我便替你伤口上药 回府后 陆怀安终究没能给我上药 因为他刚把我放在软榻上 扯开衣衫 就发现 我的伤口已经痊愈了 尖头一片白皙光滑 看不出任何受过伤的痕迹 陆怀安盯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 忽然深吸了一口气 以后我绝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赵青罗 他的神色是少有的严肃 皇上多年谋求长生之道 而不得要领 你可知 如果这等妖艺之事被旁人知晓 你会有什么下场 正是因为知道 我才能受秦政那么久的威胁 不然早就一巴掌拍死他了 这天夜里 陆怀安在我身侧合一二年 身为机器人 我只需要充能 不需要睡觉 但总不好服了他的意 于是闭着眼 将这么久以来记录的资料归类整理 那位传奇将军 能于皇朝覆灭之时 就十数万人于微末之际 该是何等精彩绝艳之辈 京城中 这些花天酒地 奢靡无道的十家公子 没一个能与他沾边 原本我以为陆怀安是藏锋手桌 内心另有盘算 可今日遇到刺客 从他的表现上看 又着实不像 于是从那日起 陆怀安去哪里 我不再跟着 这反倒引起了他的不满 赵青罗 我要出门了呀 好的 听说一厢罗欧来了的新姑娘 谈的一首好琵琶 我可要去找他听琵琶 喝花酒了 去吧 我点点头 继续闭上眼晒太阳充能 陆怀安却又折返回来 一把握住我手腕 睁开眼 他正气冲冲地瞧着我 咬牙切齿道 空手去总不太好 我要送他支发拆 你陪着我出门挑挑 陆怀安将我强行拽了起来 出门亦能晒到太阳 我也不反对 陪着陆怀安走过半条街 进了一家首饰铺子 掌柜笑 咪咪的迎上来 陆柿子来了 早听闻柿子娶了妻 今日来不知打算 为柿子飞挑些什么首饰 哦 不是给我挑的 我站在门边 让自己的手臂 能晒到斜斜照进来的太阳 他要去花楼里 看个新来的姑娘 说不好空手去 让我来陪他挑见面里 掌柜的笑容 一下子消失了 陆怀安眉心跳了跳 忽然笑了 对 对 小爷是要给花楼里的姑娘 送首饰 你把店里最好的东西呈上来 让这位闲亮大度的柿子飞亲 自挑选 她的轻微酥麻感忽然消失 抬眼一瞧 两道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 正好将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 秦正望着我和一旁气冲冲的陆怀安 忽然笑了 陆柿子如此生气 莫非是花五千金票 从我这里买过去的柿子飞 用得不开心 他身边一袭白衣似血的 玉树怀错了醋眉 露出嫌恶的表情 什么脏东西 也敢往我身边凑 我知道 他说的是我 那次秦正带着他的一干朋友 轮番折磨我 好不容易结束 我还没来得及整理好衣衫 玉树怀就进来了 他目光并不落在我身上 开口却很明显在说我 与子素来以恪守礼数为上 东施笑评 放浪行骸 何等难看 玩物而已 玉姑娘才绝经成 不必将她放在心上 秦正笑了笑 我与几位兄台新做了几首诗 玉姑娘不如一同前去品鉴 玉树怀点点头 神色缓和下来 同他们走了 我一个人爬起来 将被折断的胳膊接了回去 此刻在狱 我忽然想起来了 陆怀安心仪之人 是玉树怀 甚至一开始 他与情争打赌取我 也是因为 我长得有几分像玉树怀 四几次 我下意识往陆怀安那边看了一眼 却见他下颌紧绷 抿着唇 神色极为冷然 目光相对的一瞬间 他忽然大步走过来 扣住我手腕 将我整个人拉到了他身后 奇怪的是 面对自己许久不见的心上人 陆怀安竟然没有搭理 以我有限的情感思维来看 大概是因为他如今 记挂着那位花楼里的疲伐姑娘 人类的感情太复杂了 我只能探测到最简单的情绪 于是我吩咐掌柜 快些把首饰拿出来 让我和世子一同挑选 一句话 竟让面前的陆怀安身上的怒气散去不少 我虽有些不解 但眼看掌柜已经将几托盘首饰摆出来 连忙过去 用程序扫描一遍 选了只两指宽的纯金角丝牡丹花簪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御书怀瞟了一眼 冷冷道 俗不可耐 俗不俗我不知道 反正按照程序扫描估值 这就是最值钱的 陆怀安付了钱 从我手中拿过那只花簪 我以为他要让掌柜包起来好送人 结果他一抬手 就插在我发间 夫人跪起逼人 戴金簪果然好看极了 御书怀的神色就越发难看 气氛凝质间 秦征忽然笑了笑 接着折扇的遮掩 伸出两根手指 冲我晃了晃 我明白他的意思 是说离他给我定下的三月之期 只剩两月有余 若是届时 我仍未从陆怀安府中找到 他要的东西 他就会将我断臂再生的秘密 献给皇上 两月时间 应该也足够我将陆怀安的底细 摸得明明白白 私集此处 我主动勾住陆怀安手臂 挽着他走了出去 程序检测结果告诉我 陆怀安突然很高兴 我在接再历 陆怀安 你这么兴奋 是因为等下要去听琵琶吗 要不 也带上我 然后他忽然又不高兴了 听琵琶 听琵琶 赵青罗 你要真对这玩意儿这么感兴趣 现在就回复 小爷谈给你听 人类的情绪真是变化无常 陆怀安尤其如此 用过晚膳后 天色已暗 他命人烫了胡酒 从腰间拔出那柄三尺宽的配件 仰头灌下一大口酒 他抱着剑 倚着栏杆 耳后击剑耳歌 我无法鉴赏人类的音乐 但核心内植入了基本的艺术底层逻辑 能检测出 陆怀安的歌声苍凉又大气 透了一股悲壮 这不像是大厦江青的楚国 穷奢极尺的京城会出现的东西 我静静地听了半嗓 眼眶莫名有点发热 但我是机器人 机器人是不会流眼泪的 于是我飞身上了屋顶 远远地向皇城方向眺望 已是深夜 整座京城仍然灯火通明 电波能探测到的地方 皆是灯红酒绿 一派迷乱 楚皇追求长生之道 早已无心证实 几位皇子争名夺理 只顾着中饱私囊 朝臣与世家公子们 更是沉醉在这最后的狂欢之中 每个朝代覆灭之际 皆是这般景象 但我之所以被派到这里 是因为楚国的记录 在历史上忽然断代了 除了那块刻着 传奇将军世纪的石碑 什么都没留下 往后七百余载 才有新的朝代兴起 赵青罗默然回神 我才发现 陆怀安不知何时也飞身上来 坐在了我身叛 他顺着我的目光望过去 吃笑一声 掰着我的下巴就吻上来 看那些废物 还不如多看看 你英俊潇洒的夫君 比起大半月前的生疏无措 他如今无意要娴熟许多 我自然知道 陆怀安每日都要背着我 在书房内细心研读那些书籍图册 夜里在与我同事 甚至他还请大夫来把麦 开了男子服用的弟子汤 我不得不提醒他 你不用喝 我是生不出来的陆怀安目光一尘 神色莫名地望着我 是秦征 和他没关系 天生的 我委婉地暗示他 其实 我不是人陆怀安仰了杨眉 忽然勾唇一笑 揽着我的腰 顺势倒在屋顶上 管你是神仙还是妖怪 如今都是小爷明为正取的狮子妃 不得抵赖 也不能怪他 古代人 对科技的理解毕竟有限 但眼看陆怀安滚烫的吻 细细蜜蜜落下 我也很快无暇顾及其他了 玉书怀忽然遣任送了情帖来 说是要在府中举办师会 这等附庸风雅的活动 从前是绝不会邀请陆怀安的 他捏着那封情帖扫了几眼 抬头问我 赵青罗 你想不想去 这些日子 陆怀安待我极好 比秦征好太多了 头头抱力 我也该让他去见见他爱而不得的心上人 于是点头 去 玉书怀身为才女 做了一首好诗 府内的装潢陈设自然也是风雅至极 也贵重至极 我和陆怀安 沿着白玉铺城的长廊 一路前行 入席后 一眼就望见了醒目处的秦征 他盯着陆怀安 眼神莫名发冷 其实这些日子 我周旋在这些世家公子中 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 要比陆怀安荒谬太多 只是外头套了个风月雅士的壳子 到头来 陆怀安成了最生命狼籍的那一个 九过三旬 秦征忽然站起身 拍了拍手 笑道 近日诸位颇有雅兴 秦某与三皇子准备了一场斗兽 邀个位同关 一只巨大的铁龙子 盖着黑布 被推了上来 揭开来 里面是三只双目星红 流着咸水的恶狼 这三头狼被灌得情妖 凶狠至极 不如我们赌一赌 他能坚持多久 秦征目光一转 一个衣不蔽体的瘦小姑娘 被推上来 眼中被恐惧与绝望填满 眼看他就要被推进笼子 陆怀安豁然站起身 飞身上前 将钳制他的人一脚踹飞 亭内点着熏香 气雾缭绕 桌上摆着真羞玉盘 在座的世家公子们 揭示锦衣华服 身判有貌美婢女侍奉 凡舍至极 唯有陆怀安一袭红衣 立于庭院 那双毅丽的桃花眼 紧盯秦征 泛出森然寒意 秦征挑眉 怎么 陆世子瞧上了这丫头 又想用五千金票买回去 四周响起哄笑声 是我夫人瞧上了 要我带回去给她做个伴 她用手臂抱起那小姑娘 走过来 放在我身边 眼见她冻得瑟瑟发抖 唇色发白 我连忙握住她的手 一点点散发热能 夫人 秦征忽然仰天大笑 陆怀安 你可知你身边这位夫人 从前也是斗兽之人 这等惯了秦耀的恶狼 她也经历过 还是近十倍 三十头 陆怀安 我在问你 这五千金票买回去的世子飞 用着可还开心 眼看坐在我身边的陆怀安 眼眶红得要滴出血来 手背青筋都站出 我不得不伸手按住她 手指抹扎着她手背 以做安抚 对上秦征一脸看好戏的神情 我点头示意她 继续说 她眯了眯眼睛 继续往下说 详细描述一下 你把我和三十头狼关在一起 我是怎么杀死他们的 秦征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消失无踪 她当然记得 因为她收走了随武器之后 我还是生生撕开了几头恶狼 又用牙齿咬开喉管 任凭滚烫的狼血 浇了我一身 等他们悠哉悠哉进来的时候 看到的是散落的毛发 满地血液和碎肉 笑死 我不杀他们 是因为不能改变历史进程 杀几头畜生再做不到 现代科技白发展那么多年了 我吐掉口中的碎骨头茶 看着脸色发白的秦征 和她的狐朋狗友 面无表情地问 还要做什么 那次之后 秦征大概是被吓到 许久没再对我做些什么 接着没过多久 就用一个赌约 把我卖给了陆怀安 离开前 玉书怀身边的侍女 来请陆怀安 说备了一份博礼相赠 等看到陆怀安带我前去 玉书怀脸上温雅的笑容 顿时褪去 她像天鹅一样高昂着头 发现那只白玉不遥上 流苏叮当作响 陆世子 我同你有私密话要说 为何你要带旁人过来打扰 她确实生得十分漂亮 嘴唇如花瓣一样 柔软烟红 若非史书记载断代 大概率也会是历史上出了名的美人 然而陆怀安好无怜香惜玉之心 她满脸不耐地说 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同我夫人还要回府 玉书怀不慌不忙 若我说 你不必再借她这个赝品辽味相思之苦 我愿意嫁与你为妻呢 我怕陆怀安心喜若狂之下直接同意 连忙拽着她衣袖 你若娶她 也不能同我和离 玉书怀笑了 这么说 赵姑娘要自请为妾 妾什么妾 陆怀安黑着脸把我拽到她身后 冷冷地瞧着她 你算什么东西 你愿意嫁 小爷就得娶 玉书怀一下子僵在原地 不敢置信地看着她 我也挺不敢置信的 你可知她在秦征那里 早就被玩烂多少次 唰的一声 是陆怀安猛然停步 从袖中甩出一柄飞刀 擦着她脸侧飞过去 削掉一缕头发 钉进柱子里 玉小姐 陆怀安回过头 轻蔑地笑 怎么办 在我眼里 还是你这装不作样的大家闺秀 要更烂一点 这次用不着程序探测和分析 我也能感觉到 陆怀安非常生气 上了马车 那被救下的小姑娘正缩在角落 双目惊慌地看着我们 已经没事了 我安慰她 等会儿回去你就安心 在南远王府住着 秦征不会再对你做什么了 提到秦征的名字 陆怀安身上的怒气更胜 一回房她就关了门 静止走过来扒我的衣裳 把我从头到脚捡查了一遍 我对此感到不解 你在找什么 伤口 她的手停在我前肩 抬起眼 赵青罗 被和那三十头狼关在一起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害怕 还好 我握住她双手 实话实说 我把他们都杀了 虽然手段有点残忍 场面有点血腥 但并没有受伤 甚至 秦征和她那群朋友被吓到 再也没来找我洞访过 我没想到 陆怀安居然会哭 她红着眼眶 一滴滚烫的眼泪 砸在我手背上 对不起 赵青罗她咬着牙 声现有些颤抖 早知道当初在学堂 我就该杀了她 太奇怪了 我本该对人类的感情一窍不通 但这一刻 却奇异地理解了陆怀安的心情 于是安慰她 没关系 我不是人的 你是 我 我妥协了 好吧 那你就当我是吧 陆怀安身上翻滚的怒气 稍稍平息了一些 顺势搂着我坐在了床边 我想起方才离开前 玉书怀那仿佛受到 奇耻大辱一般的表情 好奇地问 你既然喜欢玉书怀 他方才说要嫁你 你为何不同意 谁说我喜欢他 你不喜欢他 为何会娶我 陆怀安宁着没凑过来 在我嘴唇上亲了一口 有些不满地说 我娶你当然是喜欢你 和他有何关系 我觉得陆怀安在说谎 让我先下手为强 我下意识抬手 在那早已愈合的伤口上摸了摸 还被放下 陆怀安的手便附了上来 他哑着嗓音哄我 那天晚上伤了你 如今便拿我自己来赔罪 好不好 显然 我也不能说不好 这具身体虽然不是人类 但制作他用的 却是最新一代的高仿真材料 换句话说 可能比真实的人类感觉 更为敏锐 例如此刻 夜半时分 外面细细立了一下奇雨 陆怀安扶去我额头的汗水 微微抬起身子 赵青罗 嗯 我来替你报仇 好不好 我尚且无法断定 陆怀安究竟是不是那位历史上的传奇将军 但至少明白了一件事 传闻中最声名狼藉的陆怀安 大概也是这群世家公子之中 唯一正常的一个了 第二日他和我去看了那个 从秦争手里带回来的小姑娘 他是个活人 因此面对恶狼的恐惧 迟迟未能消去 听爱怀们说 他昨晚蜷缩在西乡房的床榻上 一夜未眠 陆怀安神情温和的府下伸去 柔声安抚他 会没事的 你且安心在我府中住着 缺什么就跟院子里的人说 不用担心秦争 他若是赶再来 我提见杀了他便是 一句话 逗得那小姑娘破涕为笑 他也终于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 叫小雀 十二岁时 小雀的父母死于流寇手中 他侥幸逃了一条命 却被人捉住 以两斗米的价格 卖给了京城的人牙子 再然后 又被卖进秦争手里 成为斗兽取乐的奴隶 没过几日 京中有消息传来 秦征进宫请了到圣旨 为他和玉书怀赐婚 婚宴筹备得万分宏大 满京城都在议论这场婚事时 吉北却有消息传来 民间有人接单起义 短短八日就攻下三座城池 甚至是城竹主动开门迎接 现在这人已经带着数千起义军 一路势如破竹 向着京城的方向而来 更重要的是 那位首领武艺高超 在民间很受崇敬 听到这个消息时 我下意识看了眼旁边的陆怀安 难道我判断错误 那位起义军首领 才是真正的传奇将军 陆怀安不过是茫茫历史中 某一个失去记载的普通人 怎么了 我摇了摇头 北地的起义军已经一路南下 眼看就快要到京城了 为何京中仍无人应征出战 陆怀安将手中的书翻过一页 嘲讽道 出战 他们还在等大楚国运昌盛 就是于无形呢 我没有说话 有时候我不免怀疑 陆怀安似乎知道一些 旁人不知道的事情 又或者早就从京中 这回光返照一般的繁华之中 提前预知了楚国毕王的结局 从前的南远王和王妃 也就是陆怀安的父母 早在数年前就战死边疆 那时陆怀安上且年幼 因此未能承袭王位 只保留了世子的名头 但明眼人都知道 他再也无法成绝了 从生到死 他都只能是世子 陆怀安看上去也不在乎 他遛狗斗鸡 榴莲赌方和青楼 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半分风采 是的 京中年岁稍长的人都知道 从前的陆怀安 是京中出了名的天才少年 文涛武略无意不通 甚至十二岁时 便被南远王带上战场 斩杀数名敌军 那时的他有多意气风发 许多人都预言 他会是名垂青史的少年将军 但一切都终止于 南远王夫妻过世之时 我来时 陆怀安留在京中的 只剩下顽固之名 陆怀安 我问他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为什么这 满温 他把书倒扣在桌面上 回头望望 发觉房间里没有其他人 便认真地凝视着我 嗓音滴下去 赵青罗 我若说我做过一个梦 梦里楚国会走向覆灭 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 因为这就是事实 其实我也不知道 那到底是梦 还是已经发生过一次的事实 梦里 我爹娘离起过世后 我为了追查他们死亡的真相 凭了战乱 甚至带兵杀进了那伙起义军 然而回京那一路 却见恶嫖千里 民不聊生 唯有京城灯红酒绿 仿佛整座城的上空 都飘着香雾巨城的云彩 我入宫拜见皇上 想请止查清我爹娘的死因 然而一走进太化殿内 入木之地满是漆黑 只剩一双新红色的眼睛 似两盏鬼火 紧接着 一阵令人身手分离的剧痛 我就失去了意识 在醒来时 又是听闻我爹娘死讯那一日 我默不作声地听着 脑内程序飞速运转 理论上来说 我的身体和意识 能穿越上万年的时空来到这里 那陆怀安的意识 通过逆转的时空 万流回到过去 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只是如他所说 他在梦里杀了那位起义军首领之后 便离奇死在了太化殿中 那么 那位石碑上记载的传奇将军 大概率是那位首领 而非陆怀安 想到这里 我站起身 陆怀安 我要出经二字 还未来得及说出口 他忽然伸手握住了我的手 我想起来了 他说 赵青罗 梦里一切都如现在 一模一样 除了你 好像恨不得把我的每一个零件都拆下来 装进他身体里 到最后 他急促地呼吸着 眼尾烟红地问我 你要走了 是不是 赵青罗 你要离开京城了 对不对 他的直觉 比我预料得更为敏锐 可我没法给他否定地回答 只能像人类安抚人类那样凑过去 在他嘴唇上碰了碰 陆怀安猛地扣住我的腰 把我紧紧按在他怀里 他的脸埋在我肩头 不一会儿 就有温热又湿润的触感传来 一股全然陌生的激流 从他眼泪滴落下来的那一块 蔓延开来 我无法准确地形容出那种感觉 因为他并不在我的程序设定里 一片安静里 陆怀安哑着嗓音开口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是吗 是 你要出京 是去找那个起义军首领对不对 对 赵青罗 他咬了咬牙 看上去想咬我 最后还是没能下得去口 只抬手轻拂我的头发 算了 楚国要完了 我也不知道何时而亡 你要去就去吧 这一夜 陆怀安没有入睡 到最后 他已是累得不行 却强撑着睁眼看我 赵青罗 你还会再回来吗 不好说 也许会的 确认传奇将军的身份 只是任务之一 另一个关键的任务 就是找到楚国王国 和历史记载断代的真正原因 原本我对此尚无头绪 然而白日里听陆怀安说完 我忽然意识到 也许真正的原因 就在那座高高的宫墙之内 我离开时 写了封和离书 放在陆怀安书房内的桌上 便可恢复自由之身 自行另取 其实 从陆怀安对小雀的态度中 我能看出来 他很喜欢小孩子 可惜我绝无声誉的可能 若他并非那位 贝利碑记载的传奇将军 说不得能在这场 皇朝的颠覆中保住性命 待波折平复 他可以娶妻生子 寒衣弄孙 过他想过的生活 一身黑衣的暗卫楚风 默默从书柜后站出来 世子妃怎么看出 属下在此处的 感觉到的 他默然不语 然而转身出门 连我最后一面都不想见了 他唇边的笑容 看起来实在是太勉强了 我感受着他身上 几乎快要形成实质的悲伤和失落 怕你难过 赵青罗 内风和黎叔 我不会签名 更不会按手印 陆怀安大步走过来 他站在我面前 抬起手 接着我发现 就多了点沉甸甸甸的东西 是那只牡丹花簪 簪花为聘 你一日为我妻 终生是我妻 赵青罗 无论是生是死 我都在京城等着你 撂下这句话 他不再看我 擦过我肩膀 步履不停地离开了 我愣着一秒 抬手按住左边胸口的位置 这里是人类的心脏 我的能量核心 它又一次出现了陌生的波动 是程序无法探测出来的 出京后 在无人之处 我变换形态 一股人难以想象的速度 一路向北 每两日便撞上了 正在原地休整的那支起义军 短短半月 他们已从数千人 扩充至五万之重 足以证明 这大厦江青的楚国 有多么不得人心 我在一棵树后 恢复了正常人类形态 默默跟了上去 一柄粗脂烂造的 长剑横在我面前 持剑人看着我 姑娘若是来讨料食物 却对务后方 寻那几位大娘便是 我不吃东西 我说 我是来找沈野的 他一愣 眼中多了几分警惕 你找沈将军所为何事 我思索片刻 喂一抬手 在他还没反应过来时 便悄无声息夺下他的剑 并非心怀恶意 只是有些事要问他 于是我顺利被带去见了沈野 他很随意地坐在一棵树下 啃着手中的干饼 听闻我的来意 目光锐利地看向我 不知姑娘 不知夫人如何称呼 那锐利如阴损的目光 落在了我发间的金栽上 我叫赵青罗 我平静地看着他 目光从他握件的手一路上移 落在脸颊那道 还未完全愈合的伤口上 沈将军 听闻你武艺高强 他笑了笑 不过一些粗浅功夫 但不得如此赞誉 那么 你能以敌签吗 我认真地看着他 在意识到我并非玩笑后 沈野忍不住笑了 赵夫人 我只是个普通人 便是身有武艺 也断然做不到这种地步 虽然与石碑上的记载不太相同 但现在已经有种种科学研究证明了 人类在危境下 往往能爆发出 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力量 我决定跟着沈野一段时间 一路南下前往京城 他不置可否 只是提醒我 赵夫人 我们这支起义军一路走来 实属不易 你来历不明 行迹又稍显可疑 我对你的身份有所怀疑 也是在所难免 恐怕你不能随军而行 你怀疑 我是楚国皇帝派来的探子 沈野点头 不可能 他们若是有这本事 大楚何至于变成这副模样 沈野扬了扬眉 听赵夫人的口气 你似乎是从京城来的 嗯 我点了点头 我夫君是南远王世子陆怀安 接连几日未见陆怀安 此刻骤然提起他的名字 和新楚那股古怪的电流又要涌起 我还来不及辨别 便看到眼前沈野一脸惊讶地站了起来 南远王世子 南远王 他在原地夺不成瘾 呼地看向我 眼中的警惕消散了一些 赵夫人可知 我这一身武艺 最初便是南远王驻守北疆时传授的 后来因为一场大火 南远王和王妃葬身火海 连全尸都未留下 沈野说到这里便遁住了 但从他的神情里能看出 他分明是知道此事的隐情的 于是我追问了一句 放火之人是谁 赵夫人这般聪慧 怎么会想不明白 南远王与王妃手握兵权 战功赫赫 而世子那时上海年幼 执掌大军太过勉强 若他们没了 谁便可以安心了 我早该猜到 此事与楚国皇帝有关 如陆怀安所说 他前世是钻了死胡同 以为接过兵权 为楚皇平乱就可以查明真相 却反倒加速了他的死亡 说来 我一身武艺都是南远王所受 我也算欠世子一个人情 既然赵夫人要随军 那便跟着吧 时日后 我们抵达下一座城池 这里已经离京城很近了 守城的将军 指向征信抵抗了半日 便开门 迎神也入城 这些日子 我跟在神也身边 的确见识了他高强的武艺 虽不至于以一敌签 但提见斩杀术时萧小 在全身而退 意识不在话下 这些都被我详细的记录 留存在了脑内的程序芯片之中 再加上那些跟随他的人 皆对他万分敬仰 将神也视为就是主般的存在 我越发觉得 他就是那位将军 只是楚国分明已经放弃抵抗 眼看起义军就要攻入京城 这一路走来如此顺利 距离改朝换代 也只有一步之遥 那么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 已知整片国土都走向末路 纵使他力挽狂玩 还是令历史记载 断代了七百余年 莫名的 我想到陆怀安提到的 一片漆黑的太花殿 和殿内那双星红的眼睛 赵夫人思绪游离间 忽然被一道声音唤回 我回过神 看到面前一脸严肃的男人 正是神也手下的副将 沈将军请您过去一趟 说是京中的陆世子出事了 陆怀安 我一路行至神也的住所 越走越快 到最后 那位副将已经跟不上我的步伐 推门进去的时候 神也正同人说着话 见了我便道 赵夫人来了 你的副将说 陆怀安出事了 没错 神也点了点头 赵夫人可知 两日前是广阳王世子秦征 与太父之女运输怀的婚期 然而秦征一早便不见人影 眼看就要耽搁了及时 有人寻着线索 一路寻到京交出云谷 才发现 谷中关着近百头 被灌了秦耀的恶狼 而秦征和他的三五好友 亦被灌了灌耀 折了四肢丢进去 待被寻到时 这几个人同那些恶狼 先是交购 后又撕咬成一团 已是不成人形了 立于神也身边的人补充道 陆世子指着剑站在旁边 见了玉树怀便朗声而笑 说玉姑娘 恐怕你还未过门 就要为你的新婚夫婿守寡了 一瞬间 我大脑一片空白 仿佛连永远不会出错的程序 都停止了运转 我想起那天夜里 木槐安落在我肩头 温柔而联系的亲们 赵青罗 我来替你报仇 好不好 无论是生是死 我都在京城等着你 平阳王震怒 连同其他几位大人 当即将陆世子捉拿 投入死牢之中 又因为皇上紧闭宫门 不见外臣 便擅作主张 打算三日后问斩 那人的声音再度响起 行星之七 便在明日 我猛然回神 转身就走 神也在身后唤我 赵夫人 你孤身一人 如何能从重重守卫的死牢中 就出路柿子 我自然可以 从前不动手 是有任务在身 不可改变历史进程 可现在 若不是因为我 他纵使与秦征等人有点过节 也绝不会下此死守 更不会被关入死牢 三日后问斩 便说我此刻前去救他 也是为了对被我更改的历史 拨乱反正罢了 我再也无法忽略 心底翻涌而上的陌生情绪 他化作电流 从我驱峭的每一个零件上流淌而过 又重新汇进胸口的核心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从我被制造出来的那一刻起 几次更新和修正 程序里都从未有过这样的设定 就好像影响到陆怀安 核心内的反应堆反应速度 都会再加快一些 像是人类的心跳 我化作最方便赶路的形态 抵达那座死牢门口时 刚过傍晚时分 勤征几人的死 也并未影响京城的穷奢吉尺 一整条衣水 而见的花街依旧灯红酒绿 相风阵阵 死牢就在皇宫边缘的位置 我随手打晕了手在门口的几个侍卫 进去前 向高高的攻墙看了一眼 不知为何 总觉得那里面传出来的气息 与从前又有了些差别 长而狭窄地走到 两侧点着昏暗摇曳的烛火 不时被吹进来的丰富的暗淡几分 我一路找过去 路上又杀了十几个巡逻的守卫 终于在寂静的地方 感受到了陆怀安身上 那股熟悉的气息 转过前方拐角 我猛然停下步伐 陆怀安正坐在一地凌乱的稻草之上 一只手臂搭着枝起的膝盖 微微垂着头 长发散乱 入目所及 皆是他身上鲜血淋漓的伤口 我抬手凝掉牢门上的金铁大锁 抬步走了进去 听到动静 陆怀安抬起头来 唇边甚至还挂着嘲弄的笑容 却在看到我的一瞬间 通通化作空白 赵青罗 他豁然站起身来 却又因为触及伤口的疼痛 脸上有痛楚的神情一闪而逝 你为何会回来 你不应该在那个 起义军首领神夜的身边吗 还有死牢里 明明有重重守卫 我静静地看着他 陆怀安反应过来 你把他们都杀了 我点头 他猛地往前跨了一步 站在我面前 你不是不能对这里的任何人动手吗 我有些震惊 你怎么知道 猜的 微微停顿了一下后 他低声说 秦征他们那样折磨你 你却没有动手报仇 可你分明有那样的实力 我就猜 是不是有谁束缚着你 让你没办法做些什么 那也没关系 我来帮你就是了 可是帮我的结果 就是被那些人关进死牢 明日问斩 哪怕我什么都没说 陆怀安还是能预感到 我要说什么 于是他无所谓地笑了笑 没关系 楚国都要完蛋了 我陆怀安比不得神野 有格顾顶心之能 不过是沧海一宿 能为你报仇 也算不往来这世上走一遭了 所以 他带走了秦征和那些人 如此坦然地 在一路留下线索 他根本不怕被发现 甚至他要的就是被发现 要的就是 情争凄惨的死状 展露在世人面前 我沉默良久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知道的 哪怕我四肢都被折断 也能修复 只要不破坏核心 怎么样都行 这本也是我被制造出来的使命 你没有必要去 因为我喜欢你 陆怀安默然截住了我的话 赵青罗 因为我喜欢你 喜欢一个人 就是舍不得他受一点委屈的 喜欢 我终于为那股陌生电流 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于是我眨眨眼睛 有些笨拙的贴上去亲吻他 陆怀安背着 猝不及防的动作 弄得手足无措 想推开我又舍不得 只好在我唇间含糊不轻的说 赵青罗 这里还有别人 要不我们回府灾 没有了 我说 没有别人了 我把他们都杀了 那些人手里 拿着的刑具上 还沾着陆怀安的血 我没有忍住 于是他把我放倒在 一地干枯的稻草上 触感粗糙 那也无伤大雅 我全身上下的 每一个零件都在叫嚣 想要和他融合在一起 但 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整座牢房忽然开始剧烈震战 陆怀安一下子没有对准 滑开来 他有些修脑地抬起头 试图辩解 赵青罗 你也知道 我从前没有经验 却正好撞上我凝重的目光 怎么了 我无法回答他 远远的 从北边的方向 传来一股陌生又熟悉的波动 之所以熟悉 是因为 在我被制造出来的那间实验室里 曾经无数次感受过类似的波动 之所以陌生 是因为他绝不该属于这个时代 我一跃而已 顺手扣好一群 急不往死牢外走去 陆怀安很快跟了上来 怎么了 赵青罗 漆黑夜空中 几点稀疏的星子在闪烁 我约上高高的宫墙 一路向波动传来的方向 急迟而去 直到 停在那座挂着 太化电招牌的宫殿之前 墙体和屋檐一寸寸碎裂开来 轰然响起的倒塌巨像中 我与一双灯笼大小的星红双眼对上 或者说 那不是眼睛 而是一条数百米长的 巨蟒机器人的两处核心中枢系统 舌头处 已经与那位半年不见外沉的楚皇 完全融为一体 他正紧闭双眼 五官都被线路连接着 他想要永生 我就让他将能量献祭给我 与我彻底融为一体 便可获得永生 巨蟒森寒的声音响起 接着那对星红的双眼微微向下 对准了地面上的我 咦 你不该是这个星球能制造出来的东西 我知道了 你来自未来 你们竟然找到了时间维度逆转的方法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 他的嗓音漠然抬高 我在这座星球的地下深处潜伏 那上千年 才终于等到今天的机会 没有任何人能阻止 这颗星球 一定会成为母星的殖民地 我仰头看着他 脑中程序以惊人的速度运转 一瞬间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身后 陆怀安终于赶到 他一手搭着我肩头 语气凝重 赵青罗 这是什么 不远处 巨芒摆动尾部 轻轻一扫 树作宫殿 连同其中金黄逃窜的人都化作尘粉和血肉 程序将分析出的唯一成果 传输到芯片 我沉默两秒 忽然转身 在他惊诧的目光中 碰了碰他的嘴唇 陆怀安 抱歉 是我弄错了 你就是我要找的人 我说 那日在花街外 那些来自杀你的刺客 是你自己安排来试探我的吧 他仿佛预感到什么 瞳孔聚颤 赵青罗 我早就说过 我不是人 没有人类的感情 所以你说的喜欢之类的事情 我根本感觉不到 就连赵青罗这个名字 也是从数据库中 随便抓取了几个汉字融合而成的 我真正的代号 是CH2001 历史观察者 从一开始我就弄错了 能改朝换代的 或许是神野这样的民间枭雄雄 但能让历史断层七百余年的 一定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 难以言喻的力量 是那条折服了万年之久 如今与楚皇融为一体的巨蟒机器人 也是来到这个时代的我 我不想改变历史 但从我降临在这个时空的下一秒开始 历史的齿轮已经在无声地转动 肢体一寸寸碎裂开来 化作黑夜里闪烁的蓝色光点 到最后 只剩一颗悬浮在空中的脑袋 和下方演化成长剑形状的核心 陆怀安 那天你隐藏了真正的实力 所以我相信你今天能做到 我说着 感受到没有核心力量的支撑 脑内芯片在飞速消亡 带着这把剑 毁掉他的两只眼睛 那是他的核心 赵青罗 赵青罗 在陆怀安一声又一声 肝胆欲裂的呼唤中 我轻轻闭上眼 任由大脑也散落成光点 把芯片中最后的力量 也输送到长剑之中 发间的牡丹金簪落地 发出清脆的声响 陆怀安 春天的时候 带我去看海 那柄通体闪烁 淡蓝光芒的长剑 落入手中时 陆怀安仍未反应过来 只是死死地盯着面前的空气 赵青罗施加在他身上的禁锢 人类的血肉化作能量 顺着他盘踞的躯体 蜿蜒而上 陆怀安踩着一旁的断臂 猛然跃起 折伏在身体内数年之久的内力 被毫无保留地放出 他向一颗流星 一路飞向巨蟒的方向 纵星楼 是整座京城最高的建筑 他站在纵星楼最高的屋顶上 不敢有半分停留 飞升上了巨蟒的身体 在前世 正是这条巨蟒的力量 让他在踏入太化殿的下一刻 就伸手分离 但此刻 手中的剑发出淡淡的蓝色光晕 护他周全 陆怀安咬着舌尖 逼迫自己不分神去想 顺着巨蟒的身躯 一路向上 直至停留在他巨大的舌头上 他疯狂地甩动着身躯 口中发出愤怒至极的咆哮 却终究只是无用功 陆怀安抬手举剑 用尽全身的力气 将剑剑刺入一只星红的眼睛 无数火花蹦出 灼烧般的剧痛传来 他恍若未觉 只是拔出长剑 又要刺向另一只眼 助手 助手 巨蟒疯狂而怨毒地咆哮着 你毁掉我又有什么用 你可知整座大陆 像我这样的先驱者并不止一个 那又如何 陆怀安咬牙切齿 嗓音森喊 有你一个我就杀你一个 有多少个我就杀多少个 总有一天能杀进你的同类 还苍生安宁 巨蟒的身躯轰然倒下 发出一声巨响 灰尘似箭 接着化作无数光点消散而去 陆怀安借着那一点力道 落回到纵星楼顶端 他握着那柄剑 感受着掌心冰冷的触感 水流一样包裹住他手腕伤口 进行修复的光芒 忽然毫无征兆地落下泪来 赵青罗 幸存的伴坐京城 无数百姓跪拜在地 谢他救命真 这其中 唯有一人站着 陆怀安落在神眼面前 与他对视一眼 神眼目光微微下矣 落在他手里的剑上 只是 世子飞 他献祭了他的核心和大脑 给他助了一把剑 陆怀安几乎要被心脏里 快要满意出来的痛楚杀死 晚上 他沙哑着嗓音说 还没有结束 我会走遍每一寸土地 找出所有的怪物 杀得干净 那之后的数百年 整个世界满目疮痍 巨蛇每出现一次 必定死伤无数 哪怕陆怀安最终赶到 剿灭巨蟒 还是无法挽回整个世界的颓势 朝代无法建立 史书无法书写 人类在怪物的追杀之下 苟延残喘 几乎快要灭绝 后来 但但道 以后 就要靠你了 年轻的沈长安点点头 又忍不住道 前些日子 有几个从前的近视 为您克了十杯 如今就立在原先的京城附近 您要不要去看看 陆怀安摆了白手 不必 他转身离开 向南而行 那里有海 春天快要来了 大屏上的光点闪烁着 渐渐微弱下去 最终还是彻底熄灭 坐在屏幕前的工作人员叹了口气 CH2001号的波动已经消失 看来他葬身在那个失落的朝代了 一旁的同事端着杯子凑过来 不会吧 那可是沿用了最新一代技术的机器人 除非破坏掉核心 不然谁能杀他 不好说 也许是消失在时空乱流中 或者出现什么意外了 他耸了耸肩 语气有点遗憾 看来我们还是没办法知道 那个朝代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导致历史断代了 原本我还想着 说不定 CH2001去了那个地方 能发生点什么故事呢 同事来了兴趣 好奇地问 为什么正说 他可是个机器人啊 CH2001被制造出来的时候 他的核心里除了反应堆和能量块 还有一段奇怪的电波 后来经过解读 是三个字去看海 你也知道 海对我们人类来说是个浪漫的象征 但机器人懂什么呀 何况那时候他还没有被植入芯片和程序呢 原本陆博士是想深入研究一下 看能不能研究出机器人的情感中枢系统 可惜那时候时空部门催得厉害 说稳定的时空通道就快消散了 等到下一次还不知道要等几千年 总之 我们迫于无奈 只能先把CH001交给他们了 两个人一边说着话 一边走入研究所食堂买了两份晚餐 食堂的全息投屏正播放着一档文物鉴赏节目 据这位女士描述 这只角丝牡丹花簪 正是他在海边游玩时 从一处沙滩下方的溶洞中发现的 古人有簪花为聘的典故 这只发簪会不会也隐藏着什么浪漫的爱情故事呢 大家来看 这是一只纯金发簪 即便不论文物价值 在当时那个朝代一定也是非常名贵 我想 若这只发簪是一位古人送给妻子的 那他一定非常爱他吧 全文完